水門關閉 我們這一次實施水門關閉 4個小時內之處不進的措施 昨天我們一早在EOC親自主持的會議當中 也聽取各局處報告 所以要再等到昨天的上午11點多左右 各局處再次的開會 所以就確定昨天下午4點 我們第一階段水門關閉的措施 4小時內之處不進 所以我們在之前就發了4波的簡訊 然後4個小時之後 也就是晚上8點開始實施脫掉 然後大概在晚間的10點左右關閉水門 目前第一階段的水門可以全數關閉 第二階段就是在今天的上午8點 我們開始實施 也就是8點到中午12點 要求民眾趕快把車子遷移 這4個小時內 車廂就止處不進 所以今天的中午就開始實施脫掉 所以現在第二階段 我們關閉水門脫掉的座椅正在進行當中 市長明天有機會放假嗎 我們都還是持續的監測 相關的氣象團隊 他們給我們的預報資料 我們會要持續的關注 那這個部分我們也會 跟包括基隆、新北、桃園 持續的保持緊密聯繫 隨時了解台風的動態 再做最後的決定 市長明天晚上8點之後 會再次成為第一表最帥的市長嗎 我們都會依照專業 以及科學數據來做判斷 我想這個部分 我們也都會跟鄰近縣市同步作業 這一次的台風 我們得到氣象團隊的預測 相關的風力會比較大 平均風力可能會達到5級 正風會來到10級 另外也因為風勢較大 我們已經請相關局處 第一、介管、新工以及勞檢處 我們要求相關施工工地 相關吊掛器具、懸掛物、招牌、圍籬 一定要穩固 而且必要是要拆除 第二、很多的商家的招牌、學掛物 我們也要求他們要積極的加強穩固 如果必要也必須主動的拆除 另外也就是路樹 我們全管的大概5萬2千多株樹 我們已經請工業處相關 他也全面完成了巡檢 而且必要的我們都加強穩固 同時我們也即刻的只要接獲民眾的通報 當有倒塌我們會立即到現場去處理 同時我們工業處相關單位 也都跟施工廠商緊密聯繫 同時也已經啟動了緊急災害防治的作業程序 這些廠商也都已經開始進駐 所以我想這些部分 我們會再次的要求相關單位 以及透過民政系統通知 鄰民相關陽台的盆栽、懸掛物 請移到室內或是必要的時候移除 因為這次的陣風是教育是較大的